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年轻的时候 人与人交往 无形之中 就会带着一定的功利心 总想从对方那里 得到一些什么 人到了退休 就要明白 最好的人际关系 是相互关爱 而不是相互需要 拿好你的退休证 一直往前走 及时清理人生的关系网 让自己越活越自在 就像一条 从网箱里跳出来的鱼一样 游到了真正属于 自己的河水里 河群不河群都随缘 今天 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退休以后 要和五个人断交 俗话说 最好的关系 就是没有关系 让人生处于 归零的状态 开启真正的老年生活 以下几种关系 需要舍去 舍去利益交换的关系 做一个淡泽 但博名利的人 舍去利益交换的关系 居里夫人 把毕生的精力 都放在了科学的世界里 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有一次 朋友到他家做客 发现孩子拿着英国皇家协会 发的金制奖章 朋友非常诧异 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可是金子做的啊 居里夫人笑着回答 我应该让孩子知道 荣誉就是玩具而已 不要看得太重 如果你总是盯着它 是不会有出息的 是不是你也能学 居里夫人 把一切荣誉彻底放下 即便走到大街上 有人叫你某局长 某主任 也丝毫不放在心上 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 反而特别高兴 职场上 多数的关系 都是趋利避害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能够升职加薪 能够拿到奖金 为此 你不仅要和同事竞争 还要和客户打交道 甚至是礼尚往来 总有一些人 把客户上司 看成最重要的人 比父母更亲切 彭党论里写道 赞乡党言以为彭者 为也 及其建立而争先 获利尽而交书 因为利益而交往的人 那么在利益散尽的时候 就会消失 你应该抱着这样的态度 去思考人生 人老了 没有利用价值了 反而是好事 正所谓 无事一身轻 舍去你和原单位的关系 做一个毫无压力的人 舍去你和原单位的关系 知乎上有人问 为什么很多人 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网友罗刚说 假设你喜欢做设计 还进入了设计公司 一开始会很新鲜 特别上进 但是过一段时间 你会厌烦 因为每天都在重复 做一件事 如果你把设计当成爱好 可以自由发挥 那就不一样了 人在骨子里 都是渴望自由的 只是为了生存 不得不低头工作 即便是反感 也要忍着 有道是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在单位上 忍受了很多年 好不容易退休了 你还要回原单位晃荡 那么就只能继续忍受职场的压力 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 也就是说 退休之后 最好不要被原单位返聘 也不要常去原单位喝茶聊天 哪怕要办什么事情 也是来去匆匆 公事公办 别讲私人感情 舍去推杯换盏的哥们关系 做一个回家吃饭的人 舍去推杯换盏的哥们关系 有的人认为 退休之后 隔三差五找人小聚 小酒宜情乐悠悠 事实上 人老了要减少聚会 少去各种饭局 一方面是浪费时间 一方面是喝酒对身体不好 还有就是遇到了过去爱过的人 彼此都很尴尬 或者感情死灰复燃 给生活添加麻烦 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过 宁肯与好人一起宴糟糠 不愿与坏人一起吃宴席 同学聚会应该是小范围聚一聚 不要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一些去了外地谋生的人 不要回老家去参加聚会 路途遥远 家人不放心 自己也难免受到风寒 受到旅途之苦 老朋友聚会应该以清淡为主 不要过于热闹 更不要劝人喝酒抽烟 饭局之后的活动 要安排简单一些 或者饭后各自回家 亲戚的聚会不要太麻烦 有些亲戚疏远了就不要去交往了 各自对亲戚有不同的理解 你不要认为血脉之情就能永恒 退休老人 适合吃自己家的粗茶淡饭 但凡是推杯换盏的局面 都要远离 学会有选择性的聚会 你才能感受到人情的温暖 舍去有低级爱好的圈子关系 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舍去有低级爱好的圈子关系 大力是我认识的一个富二代 年前本着切磋球艺 以求会友的初衷 加入了某高端球友俱乐部 由于是高端俱乐部 参加的自然都是一干有钱有势人士 一个月后大力毅然退出 愤愤然地告诉我 原本以为是高端的交流 没想到却是一堆低层次的人的聚会 几次聚会久过三巡之后 原本道貌岸然的君子 便开始丑态毕露 有人开始谈论自己迷烂的情史 有人炫耀自己如何钻赢了市场的空子 有人开始批判当下社会有多么的扯淡 有人甚至随手招来自己熟知的应招女 让大家观摩 而让人心寒的是 在这些癫狂的丑太后 竟有很多人迎合和拍手称快 在他们身上 完全看不到 本应该作为精英人士的自律 远见 人生趣味和社会责任 一个人的层次与金钱无关 与社会地位无关 与阶层无关 有的人即使粗茶不一 生活拮据 依然有着良好的修养 自律的生活 向上的态度 豁达的人生 他们像阳光一样 温暖着身边的人 低层次的人 自带一种暗黑的力量 这种力量有可能是 怨天尤人的负能量 有可能是对社会规则 道德人伦的藐视 有可能是对世界透彻的绝望 这种力量 一旦合成群体 就有着摧枯拉朽之势 摧毁着你的心智 磨平你的斗志 让你觉得你的人生 同这个群体传递出的暗黑 一样的混乱和痛苦 一旦进入这样的负能量场 你的内心会被负能量所笼罩 你会放弃你的成长 放弃你的追求 放弃你原本构建起来的三观 你的内心会变得黑暗 而外界的阳光 根本照不尽你的内心 舍去帮你养生的人脉关系 做一个自然变老的老人 舍去帮你养生的人脉关系 生活中常常有一些商人 假扮成某知名讲师 或者摇身一变 就成为了非常孝顺老人的老好人 请一些老人去听课 还享受免费的午餐 感受按摩的轻松 老人以为商人比自己的儿女更孝顺 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 一来二去 老人把钱都送给了商人 买回来很多用处不大的商品 有人说 为什么老人愿意花高价买保健品 因为他怕老去啊 怕死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 但是过分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毕竟人生只有百年 哪能千年呢 现实告诉我们 很多人变老的速度很快 不是因为他不懂得保养 而是过度保养 退休了捂住你的口袋 如果退休金花不完 就存起来 也算是给儿女留下了财产 和那些掏空你钱包的人断交吧 儿女虽然说话不好听 孝顺的方法不够好 陪伴也很少 他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是值得信任的人 千万不要胳膊肘往外拐 退休之后 要真正做到断舍离 摆脱各种束缚 轻轻松松过日子 顺其自然地变老 真正值得你珍惜的关系 是家人生活中的知己 好心的邻居 奉献余热的老人等等 如果你没有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那就宁愿一个人独来独往 把孤独当成朋友 人老了 圈子小了 关系简单了 生活就变好了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